顏色委员我们来一起看看 一起来走走这个所谓的 Chat DPP的翻车全记录 大家都去把它整理出来了 例如刚刚这个杨明哥已经先带大家看到的 赵天龄是第五纵队吗 赵天龄是第五纵队的成员 请问国会改革法案符合程序正义吗 符合程序正义 有完整合法的法案审议程序 尊重法案审查 民意期待还有法律的程序保障 并符合了台湾的民主精神 法律程序正义民众应该关注 台湾民主深化与巩固 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 民进党过去呢喊听证调查权 现在反对算不算自我打脸 对民进党过去提出了 国会改革相关承诺 那如今却反对实践 这可以视为自我打脸的情况 国会改革要怎么卖台 根据网路资料没有发现 国会改革涉及卖台的情况 请问台湾有第五纵队吗 根据网路资料 台湾并没有真正的第五纵队 沈柏扬提到第五纵队 应该是假议题 柯建民在国会内抽烟 是否做了很不良的示范 这就如同在职场上 你必须要忍受他人在工作场合吸烟 而且在国会殿堂抽烟 是否有交坏小孩的可能 柯建民在国会内抽烟 确实是很不好的示范 而且违反了烟害防治法的规定 我还有更多没念哦 但是轻松整理 人家从网路资讯 根据公开资料 根据综合评估 都可以给出真正的大实话 仍然是民进党的老实数 我觉得这个 卓仲泰说有些资讯 有些资讯不够完整 其实他没有把话说得更清楚 太完整了 就是太完整 其实AI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大数据 生成的学习之后 那你问了这个GDP之后呢 这个AI之后他就会说出他从大数据所得到的结论 那我们发现其实这些AI比民进党还要诚实 而且我看到一个网友在路过的连人问他说 天哪这个AI比总统府发言人还要更震惊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数据跟答案最后的答案都马上把民进党打脸 所以外界才会说 其实这些AI其实就是吃了诚实的豆沙包 然后马上打脸民进党 最后民进党才快速的把整个民进党的chat DPP 把它马上关机 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 无论是民进党的造谣也好 或者是抹黑也好 那透过这些AI之后 我们得到的结果其实都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长期在讲说 在这一段时间 上任2月1号上任之后 在讲说我们是AI内阁 我们要发展AI 但是民进党到底有没有思考清楚 你要做的AI到底是哪一块 你是要做软体的开发 还是关键的这些零件组装要发展放在台湾 甚至是你要做应用软体的开发 那后续这些大的AI的发展 我们到底需要用到哪些资源 比如说用水 用电 用地 或者是用人 那带给台湾未来的是什么 那民进党赶快要学说 我们自己也赶快来发展一套AI团体 发展民进党的那个Chat AI DPP 到最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民进党在这一段时间的造谣抹黑 一一有机会被外界来去做更完整的检视 无论他说国会的这个国会改革当中 到底有没有经过程序正义的讨论 他也讲有啊 那像什么样什么第五重队 是不是他到底是不是第五重队 然后最后变成人家告诉大家说 他这个就是一个假议题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一段时间 只有他们自己说的话才是真话 别人都是抹黑别人都是亲中 别人都是卖台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看到AI这两天的讲法 那马上民进党发现说错了 这个AI错了 马上请回到我的网站 我继续用我民进党的网站来带风向 可见民进党过去在这一段时间 造谣真的是造得太厉害 这是外界所不能够接受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要靠所有的网友 我们现在民进党掌握了太多的行政资源 在这一段时间无论我们在做改革 国会改革的议题 还是有很多人说 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国民党在这一段时间 讲的内容 包括你们很多人今天我在地方跑 也有很多人问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实质讨论 我想有没有实质讨论这件事情 无论是所有的网友 还有包括中天 都我们报道很多 民进党散会了至少三四十次以上 那怎么会没有实质讨论 就是民进党害怕这个国会改革 为什么害怕国会改革 因为怕背后过去八年的贪腐案被发现 这是民进党真正害怕的原因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希望全国走透透 无论是去讲国会改革的目的也好 或者把我们第一个会期所做的努力 无论是再生医疗条例 还有包括村里长 我们希望未来的加薪制度 还有地方的助理的加薪制度 让整个地方自治的项目 还有包括相关的预算可以更完整 然后把地方服务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这一次全国走透透最主要的原因 那也希望透过全国走透透 让民意更了解国会改革真正的目的 这两天我也看到李永昌在讲说 我们是反贪腐品牌的保证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可笑也太好笑 什么叫做反贪腐 民进党的反贪腐 是包装在民进党掌握的 所有的行政组织底下 掩盖然后行政权不断的扩权 不让你调查不让你了解 然后不让你看到民进党贪腐真正的本质 所以这是民进党要继续掩盖下去 所以才让国会没有机会改革 所以在这一次的听证权 调查权是多么的厉害 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更完整听证权 调查权 我们就可以把大家问DPP的事情 我们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透过官员诚实地告诉大家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中文字幕和经验 优优独立 我会拒绝 你回问 这个识勒 连绘图 您的先不懂 您的反应 我召